每天来私聊的小伙伴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那就是备胎 不怕你胎看就怕你不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娜杰 今天就有给大家讲讲你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备胎的 首先什么是渣男 只想收货不想掏钱的是渣男 那什么是渣女呢 只想收钱不想交货的就是渣女 渣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追她追上瘾 但就是不跟你确定关系 就可以一直获得好处 围绕这个目的找开 万变不离其宗 你轮为备胎总共分了五大步骤 第一步散发个人魅力引你上钩 比如说有的女生经常在自己的好友动态里面 发表自己美美的照片 有的女生穿着性感 有的言语动作比较暧昧轻调 让你觉得她就是缺男人啊 肯定好追 有的女生呢会装傻白天 让你觉得这番女生肯定好骗 还有一些呢会说自己感情不顺 感情空失 让你觉得你可以趁虚的入 在这个潜移默化的相处过程中 让你对她产生了兴趣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释放可得性 先让你尝到点前头 让你觉得她不难追 那大家都围上来了 哎呀这个渣女肯定不能马上收网呀对吧 这样会把大家都笑跑了 她会先选择一些价值比较高的目标 先和你在一起愉快的聊天约会 让你觉得她的投入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缘分终于到了 终于要开始走桃花路了 正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 让你习惯为她付出 她会莫名其妙的生气 或者直接不理你了 你就会以为自己哪里做错了 你就会给她发红包送礼物 逗她开心 哎没想到这招技能有效 她收到礼物之后立马态度大变 于是你们又重新回到了之前火热的状态 这种事情啊 她会隔一段时间就来一遍 让你形成一个习惯性的错误认知 哦原来让她开心不难 只要花钱就行了 逐渐的你不再用其他方式去追她了 既然花钱可以做到 那要搞那么麻烦干嘛 下面就是第四步了 让你觉得哎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一开始你给她发红包送礼物 她会开心的和你聊天 甚至有可能会和你牵手啊 kiss啊 带你去见她的闺蜜朋友 甚至聊你们之间的未来 你觉得你们无话不说 总之她会适当的加大对你的奖励 让你觉得每一次啊都有新的进场 新的突破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从而舍物的放弃 这最后啊就是第五步了 会给你随机性的奖励 她也知道不能关吃肉 连个骨头都不吐 所以她会偶尔给你制造一些小惊喜 比如送一些很便宜的小礼物 逛街的时候给你买瓶水 过节日的时候给你发小红包 让你心里不会彻底的失去平衡 甚至让你有一些张张自喜 心里面还想着 哎这个女孩真好 谁在说她的张女我跟谁急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如果有请把真实打在公屏上 这个时候呢被她已经彻底的沦陷了 被别人卖了还帮她数钱 身边的好哥们跟她说 这个女人不值得 她还听不进去 其实啊这些跟一些游戏是有一样的道理的 就是让你形成一种长期上瘾的机制 打怪才能升级 打赢了才要装备 打输了或者长期不完 甚至还会降级 偶尔又给你给小惊喜 比如送了皮肤什么的 赌博也是一样的 一旦张了上瘾 很多小伙伴就很难戒掉或者是自救 而你成为备胎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和她结束的时候 形成这样的机制 如此仿佛循环 还来继续做备胎吗 坐在备胎 还不如给我点赞收藏呢 起码还能学到东西 好啦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